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太适合我 但是因为跟制作单位关系太好了 我来说就来玩玩呗 他是游山玩水 保证不累 我也是就轻易就相信他们了 然后我就去了 进组头一天呢 导演说 什么叫真人秀 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 你要翻脸就必须要翻脸 你不开心就骂出来 要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 真人秀的下一秒 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些什么 如果有一天一睁眼 所有的艺人都不翼而飞了 那是我们导演组需要的 他说的这几点 我都帮他完成了 真人秀嘛 每一个节目都叫真人秀 哪又不是真人干的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 还是个节目 每一个人在里边表现 都是很真实的 也要看制作单位的出发点 和他的要求 因为同样一堆素材 你让我剪 我能给你剪出 五种不一样的风格来 你想黑谁 我有办法 你想捧谁 我也有办法 真人秀是要求观众真人秀 就是让观众相信是真的 它终归是个秀 纪录片都可以摆拍 何况节目呢 对不对 对 因为往往有这种情况 就是你表现出来很真实 我想发笔记就发笔记 大家都觉得你特别真 这就不是演的 这个再一个 对艺人来说其实并不重要 不是每一个人看电视的人 都是你们家亲戚 每一个人都站在不同的角度 去理解一个电视节目 有夸子有骂子 这就是世界 人生原本如此 所以你根本就不在意 他们的评论 你在意不了 你比如说 我就四个朋友 我的世界我能控制 这四个人面对面 他不能骂我 你骂我我能找你们家去 对吧 但是你做艺人 你要面对的是成千上万 几十亿人 你不能挨个个人解释 你连一个小区都解释不过来 这两年就过去了 所以你真是打心底就不care了 我没往心里去 你们干就点 从七岁学艺的时候 老先生有句话说得好 既要卖 脸朝外 什么意思呢 说像是一千五亿张票 观众看完有乐的有骂街 对 你那个票钱里边有一半是挨骂的钱 你干的就是这生意 那怎么办 磨练船 想开了就一切都ok 现在德语社跟娱乐走得很近 德语社本来就是娱乐 干嘛走得近 原来我们也不是卖菜的 就是我们讲的 比如说郑仁秀 是这种娱乐 或者说综艺这样的 那像什么 大家还是会觉得是传统艺术 对 你说这是好事吗 这个怎么说 可能理解的跟不太一样 比如说德云社的 它的初衷吧 可能是弘扬传统文化 因为没有别的手艺 就指着说像吃饭 但是其实我们也算是娱乐圈的一部分 从这个艺术来说 你说唱戏的算不算娱乐圈 演电影的 做节目的 其实这么些年来 我们都是滚在一起做的 并没有说单独的把它分出来 刻意分出来 我们只说像是 也不是 如果说不是当年我做节目 拍戏 或者给人家当编导 做编剧 写电视剧的话 要没有那些钱垫底 我们的像是说不到今天 所以不是今天才 有的像是艺人 他是因为他说像是红了 终于有导演来 这不是说像是张三吗 愿意愿意愿意来拍个戏吗 愿意愿意来穿个什么角色吗 我们不是 我们当初是 实在没犯辙了 我们得干点什么去 你想我7岁就干这行 16岁干专业 到我18 9岁的时候 像是就已经灭亡了 没有人看像是 还得买票听像是 你还有王法没有 人都没有人去 买票听像是 这怎么可能的事情 但我们就觉得 这市场就完了 但是我们也得活着 从最开始 我们在小剧场说了好多年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是个卖鱼的 卖三天 如果这不挣钱的话 我就换了 我去卖肉 卖肉再不挣钱 我可能去卖盆 如果说卖盆不挣钱 我坚持了十年 天天买盆 没人买我也卖 那就是因为你爱卖盆 你如果指着他吃的话 你坚持不下来 疯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们坚持这么多年 第一是因为喜欢这个行业 第二来说 我们是需要用别的来扶持 卖盆不挣钱 你得吃饭 你盆从哪进的 你那摊哪花的钱 对不对 所以说实际上是做节目 干别的 就利用娱乐前 其他的艺术形式 把相声救活到今天 包括激光传 当初其实也算跟IP一样的 今天的话来讲 激光传 你说的是 我说单口相声是吧 最早好像是在优酷 我说了 在德云社小剧场 说了八天 优酷好像当时上线 就破了亿了 这大约是在六七年前 就搁到今天 就说这么一段相声 能当时破亿 也够巧的了 所以说这个还 好多人挺喜欢 但是就是挖的坑 挖的太多 里边留了好多的 没给人填上的地方 什么的 慢慢来吧 仗着还年轻 所以您刚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 互联网 这些浪潮 其实早你就 也都熟了 我走到他们前面了 其实是 包括最早 剧场里边观众去听 听完去录 然后传到网上 特别支持 特别支持 你这行都要完了 有这么一个途径 让大伙都听见 岂不是好事 你再保守 好多好多相声小剧场 到现在依然如此 不能录 不许录 不许什么录音 不许上传 为什么呢 你录完了 我们明天没有别的节目 他就会这六个 这就没办法了 但我们从一开始 就打开这个缺口 推出去 所以您其实不懂 不只是懂创作 你也会做生意 这个一个成功的艺人 其实是一分为二 台上你要做艺术家 台下你要做企业家 你说到根一句话 你什么叫芭蕾舞 京剧 相声 评书 你不就是做生意吗 你不就是个手艺吗 你得把它卖出去 这个说相 他跟什么刨人参 卖黄金 剃头修脚 什么非洲 哪当个皇上 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一个工作 就是一个手艺 当你完善了之后 你愿意把它包装了 多么辉煌 拿它去骗别人 那是另一种说法 但是观赏门 没有外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你就是个手艺人 比如我说一段 这一张票 一千五 卖一张票 那不就是手艺吗 对不对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当生意来做 你才能成功 听起来还是很忙的 忙是肯定忙 但还行 你说现在 这岁数也越来越大了 我老觉得自己 像一个半退休的人 就是能歇着就歇着 我没有这么大野心 你说全世界 所向上都归我管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退休这次还有点严重 一定要早想 一定要早想 天天忙不活活 跟疯子似的 对我来说没有快乐 明天上哪去演出 我一定头天就得到 说当天演 当天飞过来 太赶了不行 我一定头天到 我不早上起来飞 我犯不上 后天晚上到 他再深深地逛一逛 吃一吃 然后好好睡一觉 觉不能缺了 你说的是退休的那种 心理状态 什么一种 我其实在工作上 也逐渐地是 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因为对好些事情 我也不感兴趣 我是一个挺无聊的人 对相声感兴趣 对相声 也不能说 只对相声感兴趣 比如写个字 我也感兴趣 画画 看书 其实我最爱干的事 就是待着 就是我一日待着 谁没搭理我 你以为那灯红酒绿 只对金迷 多适合我了 并不是 台上要是疯子 台下也是疯子 就是个疯子 知道吗 人一定要活得 明白一些 所以现在平时 最开心的事情 也是跟以前是一样的 看看书 待着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爱好 我不像余老师 他这一辈子 活我八辈子 他一天能赶六个饭局 天天从早起来 就出去喝酒去 喝了半夜十二点 然后拿车给拉回来了 这是他的乐趣 这个东西 我也明白 我也理解 但是我做不来 这个东西就是 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你不勉强 这没有必要 谁也不勉强 比如说余老师 喜欢骑马 喜欢他在北京边上 他弄六十亩地 他说什么英国 哪儿 新疆一埋 好几百匹马 这么麻烦 天天弄 还得从哪儿弄草来 然后还得喂 还得打理 还得送哪儿参赛 怎么走 好家伙 我听着我就腻了 但人很开心 这就很好 这就是人各有事 不可强求 我从来不要求别人 如何如何 不爱就算 那你生了个小儿子 算是给你有一点乐趣吗 跟他在一起 这个我看 谁的孩子 我看着都挺高兴 真的 我看谁孩子都像我的 真的 好玩呗 小孩 小孩最可爱了 而且来说 到我这个年龄 我觉得挺大的乐趣 老天爷恩典 哄他玩 陪他成长 挺好 你会哄他玩 现在 别人孩子我还哄 做儿子干嘛不哄 大的太大 小的太小 挺有趣的 就隔这种远 挺好玩 挺好 郭琪琳会吃醋吗 不会 这孩子是这样 你要说 离得特别近 差三岁 俩孩子也不会吃醋 闹别 离得特别远 像他这个差十八十九了 他也没事 大海 就怕那个差个六岁七岁 大的弄死二的心都有 所以我劝你们 想要二胎的 一定要调整这时间 他那这个糊涂的呢 他老觉得 要一热玩不疼我了 我给他扔了吧 他老别人热 所以这个在家长 那你对他有什么期待吗 大的还是二的 二的 没有什么期待 也没有 健健康康 快活乐乐 喜欢修脚就给人修脚去 爱搓澡就给人搓澡 他也想学相是吗 他应该不爱 我不打算 这是唯一我内心的私心话 不打算让他干这行 你对郭琪琳当时也是不想他 我也不想让他干这 因为干过这孩 你都知道 太苦 所有作义的父母 没有希望是自己孩子 继承自己的 因为这孩太难 但是他这后来实在愿意的话 那就尊重他的选择 那你也会希望他对 在家里面特别 对您特别敬畏吗 不希望 不希望 但是我们家的门风 对啊 就郭琪琳也很怕你 这是骨子里的东西 好奇怪 我时至今日 我见我父亲 我也没有说 翘着二郎嘴坐 没有过 到现在我见我父亲 我也是规规矩矩这样 你吃了吗 身体怎么样 挺好是吧 好好好 你要注意身体 郭琪琳跟我也是这样 这是我们家的门风 我们家可能 也挺奇怪的 在我们家 没有人说过一个脏字 晚辈见长辈 必须说您 所以是我判断 一个孩子好语话 就是他跟他爸爸说 你如何如何 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我就特别传统的迷人 一定要用您 第三人称的他 一定要说贪 你不这么说 我就觉得这是个坏人 他跟他爸 跟他妈说你 龌龊 当然我也不能说出来 因为99%都这么说 只能说我们家人可能太苛刻了 你看台上的我跟实际真实生活中我不一样 可能别人都觉得我是个怪物似的 特别老派 有点老得过分 这是谁影响您的 就是这个家庭 严苛 我父亲是警察 我母亲是老师 所以从小可能就是管得比较严格 那你对郭麒麟也是严格的 性严格 特别严格 是很苛刻 绝对不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举一个例子 因为他小的时候 家里好多徒弟们都来在我们家住 就是一定有什么好吃的 都是别人先吃的 外人先吃 外人都吃完了 连院里种花都吃完了 才告诉我儿子 吃吧 时至今日 郭麒麟在家里也就问 这个我能吃吗 这叫什么 这叫家教 天下爹娘没有不疼孩子的 你宠着外边那些人 不是全是他亲爹 你把他骂够了 他出去之后 就没有人再骂他了 你说你骂他好 还是让外人骂他好 还是你把他管好了 大了就值得好处 您现在还会愤怒吗 不会了 不会了 没有什么可愤怒的 以前您书里面 包括对 对媒体也会说一些 人一个是上岁数了 会调整 一个是随着时间的增长 之前的很多事情 可能都过去了 而且你所遇到的事情 也不会像原来是 那么卑劣了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再愤怒 如果真是人处地 还把你放在那个状态 你不愤怒 你就会死 你说那你 比如咱举个例子 十几年前 你就说北京相二界 你就无立足之地 你天天你台上演出 人台下一帮人坐那 拿个本化好装 戴个墨镜 戴个眼镜坐底 然后拿本抄 你某一句话 可能会有问题 他给你记下来 然后他一会儿到有关部门 去报告 然后他们零几年 北京相二界策划 到天安门广场去静坐 你说在这个状态下 你怎么能不愤怒 就是因为你会说 相二我们就把你弄死 也就是我能活下来 换别人早完了 坟上草三尺五 你觉得你能活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而且活得很好 个性 就是因为我的个性 如果说我不是这种个性的话 我二十五年前就跟他们一块玩了 你想想 就是跟大家一起 咱们一块混吧 你正因为不想跟大家混 台上人都说十分钟 都蒙十分钟 你非说一四十分钟的 你比人效果就好 你要想不得罪人 你不就也说十分钟的吗 你又不想那样做 你非要逞能 你非说一四十分钟的 人家不恨你 由于你导致别人没犯 我记得当年 相二就有句话说得特别好 在郭德纲出现之前 我们是可以快快乐的 安乐死的 他出现了 我们想好死都难 所以你说的那个性是这样吗 就是你是有一种 他们越是这样 你会越 问题是你得活着 对不对 你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生存 那你 要你的说法 你跟他们会也能生存 那就一个月挣两千块钱 他们不让你去 他们不需要你在 他觉得你是个隐患 我原来是特别愿意 我三次进北京 第三次来北京的目的 就是要同流合污 就是恳求收留我 和你们一起穿个小西装 某个红嘴瓣 演艺场一百块钱 一个月两千块钱 我恳求你们收留我 生生是他们把我逼出来的 但凡有一个有文化的人 让他来 留在手底当个马仔 我就认头了 苏琪有句话 使我有洛阳二倾田 焉能配六国相印 怎么六国风相 不是你们挤罪的我吗 理解吗 毛病在这 我愿意给你当狗 你不要 你怕我咬你 你非把我轰出去 结果我成了龙了 就这么简单 叶玉鹏他最近也是特别火 然后他的经历也特别坎坷 他也够一电影的了 对 然后你怎么看他的 现在的这种状态 好像他也挺累的 累是由于工作 人一人一到一定程度 那是肯定要累的 这很正常 他也是一个立志的典范 是吧 其实他的天资能力 防红面面不是很强 可以说就是我们招的 一批学生里边 从后往前数 一千个人里边 倒数十名有他 资质不聪明 但是我们这行 讲的就是一个猴一个栓法 说你这浓眉大眼 嗓音红亮 个儿也高 如何如何 你来了 你未必能说了相声 这个一定是在老师的手艺上 我怎么摆了你 你比如现在德文社这些孩子 你去问 真是原来有个人撮澡的 有个人做饭的 有当保安的 干嘛的都有 但是你是个做保安的 我怎么让你成为一个相声演员 你是修饺子 我怎么让你成为一个相声艺术家 他是有一定之规的 云鹏也属于这一类 你如果按照正道 培养一个跟红苗正 浓眉大眼的相声艺术家 他成不了 那他走的是什么道 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偏财 你觉得 这个东西我看的眼里 我心里会知道 他行 而且对他来说 他算是临危受命 就是2020年 德文社出了一些风波和变化 然后有些人离开德文社了 在这个时候 我问他 想哄吗 想 有办法 要听话 我有办法 迈说你门口的保安 我也能让他哄 干别的我不行 捧一说相 假的样 之前走的这些位 你是亲眼得见 我怎么把他们捧出来的 能捧他们就能捧你 他很听话 他听话了 我也做到了 就这么简单 那您说到他这个路 就他的 他怎么利用他的财来走这条路 就是你得带着他 你让他的偏财 让他的东西 比如他有的 他有的话说着好贱 我们有几个演员 我们骚浪剑组合 他算很贱的这一个 但是这个东西 怎么用他的技巧来包装和表现 让观众不以为贱 甚至觉得是可爱 这个贱跟萌之间就差一步 从节目的运作上 到演员的包装上 到平台的推荐上 它是一系列的工作 这个就太专业了 但是实时证明我们这做对了 到今天说一下 就是他那个年龄的 全世界你看 没有比云鹏再红的 对不对 别的艺人 别的相声艺人 可能就八个月上一回新闻 还是因为骂德云社 云鹏是每天往外推各种电影 你想找他拍电影 得那个大导演 拐弯抹角的求到我这来 能让他来吗 就成了 这不就红了吗 挺好 你看比如说五环之歌 它 在你看来 它是作品 那不叫玩意 说什么 那你会觉得遗憾吗 那有什么遗憾 它可能并不是因为一个作品 或者 它可能就是唱唱歌 或者 所谓的 对 之前他在小剧场里边 说正经的传统相声 他也说了十年 那是基点 一上来说一个五环之歌 成不了 类似五环之歌这样的歌 咱们一天写五千个 一个没问题吧 但是你敢保证 唱了就能红吗 为什么红 是因为你说了十年 小剧场的相声 传统节目 你还是需要会议摆断 所以它没有那么简单 就五环之歌也没那么 你知道它是由于 它唱了五环 它五环之歌怎么唱到五环 它不是说了一百段传统相声 在小园子说了十年吗 理解了吧 还是有道理的 没有无缘无故就成功的呀 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 就复制出来的 第二个 月云鹏的道不可能再复制了 只能说别人有别人的道 您现在等于是有计划 让下一个水红吗 不用人现在 现在我们垄断这个商业市场 将近十多年了 一线省会城市 我会挑 上海 北京 什么哪哪哪这些 我去 我去演 那么一线剩下的城市 云鹏你去 还有二线呢 二线城市 郭麒麟你去 二线望下 还有其他的呢 好 烧饼 张河鲁你去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市场包了 我再培养四个云鹏出来 我跟自己抢 我跟自己打架 我没有必要根本就 对不对 就是需要的时候 因为突然间 比如说张三李四有事了 他应不了了 好 用两个月时间再打造一个 就这么简单 我用人的时候 我在棚里 因为谁家有面 也不能都蒸成馒头 你不得吃的时候才蒸了吗 那吴迪会寂寞吗 真的 特别寂寞 真的 一点意思都没有 我可希望真是 有一个相声团体 有一帮说相声比德语社还好 然后我们就到处偷着学人家东西 然后跟人家去做斗争 跟人家去比 去如何如何 这得多快乐 我现在拿眼一打 不管你上过春晚的 参加过相声大赛 不管干嘛的 我一看就是 这是我们人的电工 这是我们人开除的学生 这不是我们跑的那个吗 就我 哎呀 一点意思都没有 真的 没意思 你有点样的说相声 你叫他到跟前来 没有一个没跟我们有关系的 真的 就这种没意思 后面其实还是有一种 就这个行业 好凄凉 好凄凉 对这个行业的 好悲哀的一种感觉 做节目他们问 这个你们这算是相声界的 半壁江山吗 我说我们哪有江山 这行完了没了 就是汪洋大海 海上飘一船 这德语社就是这船 我们跟这船这么凑合着 这是真是有一天时候 这我们这帮人不干了 这这行就完了 这样是什么叫好 他一定要卖钱的 对吧 你不用跟我说别的 这个观众为你连五毛钱买张票都不值 你还跟着探讨什么艺术 你教育他 你得让他听啊 问题他不听啊 对不对 你还没说了 他换台了 你有意思吗 你说卖票他不买 你有意思吗 什么美学啊 艺术啊 美感啊 人性 那都是骗人啊 能卖票不见得是好艺人 不能卖票 肯定不是好艺人 为你花两毛钱都亏的 你还说什么呀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行业很悲哀 很悲哀 那您还能写东西吗 就是您这种状态下 好多人都误会 包括好多一个办了歌机的相声团体 一出演出 我没有新作品 这都是骗人啊 这都是诈骗的 我们到今天卖钱的节目 还是清朝的节目 相声是与时俱进的 同一段爆菜名 爆菜名听过吧 我请您吃饭 郑阳光 郑兄长都知道吧 同一段爆菜名 天天演 天天不一样啊 我跟观众打赌 小剧场 多了不敢说 一个月 我天天就这段 你来吧 天天听不一样的爆菜名 合适的场合 用合适的技巧 说合适的相声 给合适的观众听 才会有合适的效果 你一上台台下 坐着都老干部 这点相声怎么说 一上台 底下都是五连机的学生 这个相声怎么说 他是活的呀 他不是说 这词你一句 我一句背完了 咱们就到死都这 那是学员 我们一定要今天的观众笑 别的别 都骗人 是吧 就是今天你买了票了 一千五买张票 坐在体育馆里边 听了四个钟头 半夜十二点到家 你觉得我值了 太开心了就行 至于说 我们都是新节目 那是骗人 那一定是骗人 知道吗 从解放出 那么多文豪 大家都帮助相声界 写新作品 到今天 哪一段 你说得上名字来 为什么呀 他这个东西不是 你想怎样就怎样 他是有他的一定之规的 他没有观众 一定是好说相声的 然后才能写相声 说我拿过诺贝尔文学奖 去该干嘛干嘛去 我写过六个电影 快去别耽误挣钱 我要写相声 滚 就这么简单 不是说我们多好 是由于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殊性 每一个人对幽默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 就这么简单 就这个人一闹声 一闹声之后 就是分两种 就是一个是能说相 一个就是不能说相 不是说我们多高贵 就那个功夫 您搁的别处 您都能当个国家元首 搁的我们这 您连个票友都不是 就别跟着其红 特别的难就在这 那你还是有优患的 我已经不优患了 因为知道这行完了 就没什么可优患的了 我肯定指着这个 我能吃的好 穿的好 我儿子指着他也能中花富贵 我徒弟们也行 但是一只独秀 你对这个行业有什么好处 但您还是有在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讲父亲相声 就是你会去帮助一些 我怎么帮助 说这个振兴 口号我也会喊 我能说点感动你热泪哗哗的话 但没用 我这个岁数我也犯不上去骗你 你说是不是 只能说这是但愿的好 其实时代的变化 说起来 以前您能说到 比如说以前的相声 他都得上春晚了 就依赖于这种大晚会 现在其实也不是了 那是不是也是好事 就我 关键就是 关键就是你拿相声当什么 你是求名 你是求利 你还是怎样 这在人 不在相声 其实你没听明白 对 但是你也不知道从哪儿问了 我知道 那现在你毕竟不用去求人 人家电视导演了 他们倒求我 他就要电大的齐克克大的齐电 因为电视是相声的宣传部门 需要 你说他住的贵州一山里边 他怎么会知道德云社有个演员叫张三 他可能这辈子来不了德云社 还是需要电视 这个宣传的窗口很重要 但是你得有能力 你老指的他也不如常事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说 有时候孩子们 包括德云社的小孩们也跟我聊天 师傅 您能不能给我们也吵一下 我说孩子简单 找个营销公司 花个十万二十万的 摘一段 你那个能听着相声 就扔在微博上 找点大V给你转一下 这个并不困难 我能很快就让大伙都知道你的名字 然后呢 然后呢 对吧 谁年三十不吃顿饺子呀 你有那么些面吗 然后怎么办 你有名了 然后好吧 北京找一个三千人的园子 你干一专场吧 就这一专场 前面那二十万白花 观众来了就知道 这孙子变人 微博夸得那么好 所有大V发的话都一样 那不管用啊 你那个玩 咱能做到 咱会比他们做的还好 但是先连能力 有能力之后 老话说得好 有屁股不愁歪打 现在还悲观吗 悲观是肯定悲观的 人不会改变 人永远是那样 你比如说你举个例子 你就没事 微博上你看个评论 你就会想 同样一件事 你就说 哎呀 今天灯好亮 你看个点评论 好多奇葩的想法 你就会知道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 不一样的出发点 你会觉得 我就拍了个灯 怎么会这样 会有人骂你 嫌你家有电 其实你是这不挨着 但是你要理解 这就是人性 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他不会说这话 人需要在一个 没有后果的 网络世界发信 其实这就是人性里边 有欠缺的地方 真是石明志发帖 网上一片太平 谁发帖之前都贴上 我爸爸叫什么 我儿子在哪上学 我媳妇在哪个单位 他手机号码多少 我说在发帖 你看天下太平 为什么敢瞎说 起一个名 就是条狗 让他发个帖 他就知道 你不会知道他是谁 面对面子 不会发生一些事情 这就是人性 你琢磨透了 你就可以理解了 就因为这个 我就把微博评论关了 我倒不是怕什么 因为论骂街 我是祖宗 我只是觉得我怕 我伤害了他们 因为我骂人骂太狠 为什么有时候 他们好多人恨我 就是我说对了 不需要时间 需要经历 三岁经历一件事 就明白了 活着95 还没经历这个事 他也明白不了 但是吃亏要趁早 一帆风顺不是好事 从小 大伙娇生惯养 没人跟他说过什么话 65岁走街上谁瞪着一眼 当时就猝死 从出生就爱打一天八个嘴巴 这到25岁 铁罗汉 活金刚一样 什么都不在乎 吃亏要趁早 你最看重年轻人的品质 是什么 好看 蓝身 比如说你的徒弟 你希望他们 品质 其实你得分 怎么样的品质 多好的人身上 他都有亏心的地方 多坏的人身上 也都有可爱的地方 但你还是会看重 他的心 就是像两个 关键是你要跟我 分两种人 一种 跟我有关 就跟我没关的 有关的 有关的 比如说在德云社内部 我现在可能 更看重的就是 厚得一点 忠心一点 而且野心会随着 位置的变化 不断增长 这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捧人的时候 就尽量先看着点 不让自己能够白瞎功夫 你明智的他会如何如何 你还得捧着 很无奈 当年我们就这样做 最早的时候 我们捧人也是因为 实在没人 后台就12个人 一定他得红 他也得红 他也得有名 就让咱们才能演的 卖票好一些 但是我就知道 这都是隐患 脑子上都有反骨 十句话里面有八句 是胡说八道 但是你得忍 那么过了这关之后呢 我们无所谓了 我捧你不捧你 我现在活得很好 我如果看到你很好 你是个好孩子 也善良 也懂事 那么咱可以捧 所以我们更多的 还是在意这个 专业我有办法 人性我没办法 这句话说得很好 真的 当年那个事 还有伤 你觉得他还在你身上有 这个东西是 跟一辈子的 我其实我挺厌恶那种 就是不明白任何情况 就劝你一定要大肚子的人 就有这种人 你要离他远一点 因为雷劈 他的时候会连累到你 挂扎你刀 你这血还没擦干净了 他打着过 不叫事要勇敢起来 你死不死 因为人都是这样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劝别人的时候 说得好 嘴角扑哧扑哧的都是 但并不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说就是你心里明白就好 知道该做什么 所以那个事还是那样 那个永远过不去 他怎么会过去呢 他过去说明 就不叫事了 你连这个事都记不住的话 你这辈子太冤了 有脑子没脑子 对不对 如果说记住了 我非要报复你 那是我可能小心点 但我记住都不行了 那就说不 就这么简单 谢谢你 辛苦了 谢谢 不客气 点关注 不迷路